本节目由牛拜网赞助播出 所以大家关注度稍微高一点 再加上这次的《顺其全宇宙》电影 它获得这么多的重量级的大奖 七项奖项 它又不是一个传统的奥斯卡奖的这样一个影片 所以这个就引起很多人的兴趣 我看很多在评选之前 就是在颁奖之前 我看很多报纸上都在说 如果五年之前 这同样的电影 同样的班子出现在 比如说某一年 2016年2017年放映的话 它不会获得奥斯卡奖的 这说明什么 是说明整个的社会 实际上是在变化 也包括奥斯卡奖 评审的这些就是投票成员的 就是影音学院投票成员的 这些人的观念可能也在变化 这些东西在整个的世界当中 它就是时时刻刻的 分分秒秒的每个人的想法 什么的接受的程度 对新鲜事物接受的程度都在改变 有很多情况之下 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跟我一样 不知道看哪部电影好 所以最好是听别人推荐 说一部 这是一部什么什么片子 那你觉得可能喜欢 或者说我以前看过这部小说 那么这部小说改变了电影 我比较有兴趣 因为小说喜欢 所以就可以去看一下 所以你看今年我看的这几部电影 都是要不就是推荐过的 要不就是我觉得我自己有兴趣的 一个是这个顺息全宇宙 这个是大家很多人都推荐了 我跟中训认识的朋友 还有人说我看了15分钟 看不下去了 走了 或者说有很多人都是看了半小时 看了什么一个小时实在挺不住了 觉得我实在是没兴趣 甩懵了 没错 一会儿进一会儿出的 不知道到哪去了 所以算了就不看了 反正也没兴趣 这个就是他的这个争议性很多 然后呢还有一部电影我也看了 其实这三部电影 一个是《西线无战事》 这个看过小说 所以我觉得再加上这个战争历史呢 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事 所以呢也看了 它是最佳国际影片 对最佳国际影片 就过去的半影片 确实我看了以后 也觉得拍的相当不错 很有震撼力的 描写出这个战争的血腥 这个有些画面 你是在小说当中是看不到的 所以这是一部 另外一部呢 又看了一个《壮志凌云》啊 一个《Top Gun》的那个《Maverick》 那个续集吧 这个呢也是听了很多人的介绍说 我们认识 我跟中世纪认识的人 有的人看过三遍 有的人看过四遍 都觉得美的不行 好的不行 但是这三部电影里头非常 我都觉得奇怪 可能是年龄的关系 这个《壮志凌云》 反而是我最不喜欢的一部 这个呢 我跟你有同感 是这样的 我倒 就这一类的电影 我都不喜欢 尤其你跟第一个比较以后 你觉得第二个 等于是没有什么新意了 我是觉得第一个第二个都是这样 我既然说到这 我简单讲几句 因为咱还有别的话题 要讲这个剧透的事 为什么不喜欢 其实它是代表一种什么东西呢 从始至终就有一个字可以概括这个电影 叫做酷 知道吧 它是酷 可是这个酷 是用什么东西来支撑呢 摩托车 太阳镜 飞机 帅哥 肌肉或者是这种 男性的这样的 阳刚之美 阳刚的这种东西 还有就是配上一些女性的温柔等等 这是什么呢 这就是强烈的公式 就像几何一样的准确 你知道吗 王立田 但是 我不是否认这种电影 他酷谁都喜欢看帅哥 但是用这个 就是这个信息 就是一个人要酷 他得配有这些东西 明白吧 就是还必须得戴太阳镜 这个某种发型 某种皮夹颗 他是用这些东西来撑 这个酷 我一点都不反对 但是呢 这个信息 我不喜欢 而已 就咱们这 别展开了 这一展开没完了 这个东西 更不要说它更大的 有一个东西 就是它这里面 所有的展示的东西 都是在杀人 对不对 各种炮弹 飞机 它的功能都是用来杀人的 那这个咱们就不去讨论了 我们接下来说一个什么呢 就是剧透这个问题 因为在说到电影的时候 我们正好看了前段时间 Olga Menking 她是荷兰的一个女作家 她前段时间 她有本书 叫《无为之艺术》 在里面她谈到了一个 我们俩人完全没想到的 一个东西 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喜欢剧透 我们觉得这个跟电影是太有直接的关系了 咱不妨聊聊 就是有些人呢 在这个方面 敬畏分明 清楚极了 就是打死你不能告诉我 对 在我没看之前 你告诉我剧情我跟你翻脸 打死不能 另外的一些人呢 完全相反 我不知道结尾 我不看 你先告诉我 这说的是什么 这一类人呢 本台有两人 一个小伟主持人 我跟他聊的 还有一个就是Sogo Sogo这种人 他都是一本书啊 看看第一页 说的什么 马上看最后一页 然后他决定 他要看 要不要看中间 小伟也是跟我说 他说他最喜欢剧透 剧透了 让他决定 他要不要看 但我呢 是另外一个阵营的 我是希望带着一个 这个电影 我只知道名字 里面说的是什么 我任何都不知道 的这种心态去看的 我喜欢 我欣赏那个过程 所以高宁你是谁 我呢 是这样子 我是两者皆有 所谓的两者皆有 某些是 等于 我在比较年轻的时候 我是不喜欢剧透的 我是希望就是 在一个 不知道的情况之下 你要么给我一个惊喜 要么你就 等于是 看不下去 我比如说啊 一本书也好 一个电影也好 大概就是这种情况 但是那个时候呢 就是基本上 都可以看到底 基本上都可以 就是不管好 还是不好 我只要看 就可以把它看完 比如说一本书 基本上是这样子 但是逐渐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呢 我对剧透就没有那么的 介意了 介意了 也就是说逐渐的 有的时候我会觉得 即使是我知道这个结果 也不影响我后来看那个 不管是一个文学作品也好 还是一场体育比赛也好 也不行我 也不影响我 就是欣赏整个这个作品 或者是整个这场比赛的这个过程 基本上不会 所以当然有了剧透以后 有一个东西呢 尽管不是特别准确 就是你可以决定这本 这本作品 你要不看 还是不要看 对 那稍等会让大家看看 荷兰女作家 Oga Menken 她怎么说 叫做剧透的力量 为什么剧透特别棒 欢迎去收听 有中讯和高年为你主持的金融话题 这个Oga Menken 她就说了 她是成长在这么一个家庭 就是家里边父母亲 从小就是看书 就是先看第一 再看最后一 所以家里头基本上 聊起一本书的时候 先说结论到底是怎么回事 然后再决定这本书要不要看 她自己当然根据自己的经历 每个人都有自己喜好的程度 她就说凡是暴力结局的 不爱看 她就不看了 凡是这个庸俗的大团圆的结局 她就不看了 其他的东西 她可能会看一下 那所以在聊天的时候 特别 比如说一场体育比赛 或者是一个电影 你聊天的时候 一定要先问对方 你看过没有 介意不介意剧透 因为有些人我就发现 特别在意 就是她不愿意知道结果 这样会影响她的这个 观看某一个体育比赛 或者是一篇 一篇小说的这么一个快感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特别要注意 千万不能剧透太多东西 我发现这个中训在这方面 做得非常好 因为她本人比较在意这个东西 所以她在介绍电影的时候 基本上她不会把那个结局告诉你 我不但不告诉结局 我还掉胃口 对 说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结局 对 所以欧嘎她给了三大理由 她就是说 剧透之美 这样我想起 那个前中书的 那个叫围城里面 说的关于 那葡萄的问题 就是说这个葡萄当中 一串葡萄当中 有一些是酸的 有一些是甜的 你是先吃那酸的 还是先吃甜的 有些人就 二话不说先把那甜的吃了 当然先决条件是 这串葡萄你必须都得吃了 你不可能说吃了甜的酸的我也扔了 不行 那么有些人叫做立即享受型 就我要立刻得到满足 然后之后我再去享受那个不太大的那种满足 可是有一种人呢 比如我是绝对的要把那个酸的先吃 把甜的留在最后来享受 它叫做推迟享受型 就是这种 那么剧透有哪三大好处呢 而第一呢它是能够让你对这个故事的了解加深 然后呢增加一种叫什么呢 叫做张力之快感 就是你已经知道它这里面有冲突 你已经知道结尾这人死了 哎他怎么死的呀 不应该轮到他死啊 反正带着这种快感去了 那顺便也说一下呢 这个适用于其他的文学领域 比如说大家谁还在意《红楼梦》剧透啊 谁还说不要告诉我结局 林泰玉 别死了 别告诉我 没有对不对 但是在知道结尾的情况之下 我们会建议去看《红楼梦》吗 随便的吧 你说这种世界的巴尔扎克 对不对 世界上的名著托尔斯泰 什么安娜卡尼娜 怎么着 最后他跟沃伦斯基结婚了 对不对 结婚以后又怎么了 又发生什么矛盾 结婚以后生了孩子了 当然大家都知道不是这么回事 他自杀了 对不对 所以不影响我们欣赏作品 对 尤其有的时候是没有办法 你比如说有比赛 在这个中国啊 日本啊举行奥运会 去年年底的时候在卡塔尔举行的世界杯就是这样 我们想要看一场球赛的时候 因为它有时差的问题 你往往都是知道了结果之后再去看的 但这个知道结果再让我看 一点都不影响我看那个精彩片段 这就引出了他的第二点 就是当你知道结果的时候呢 你更注重细节了 对不对 因为你不知道的时候 你可能会忽略一些细节 我们这说的是电影啊 文学作品之类的都是这样 这是第二点 但是第三点呢 就是知道结尾呢 能够给人一种稳定感 你知道我们人在地球上 我们活着追求的是一种稳定 我们不喜欢不确定的东西 没有答案东西我们不喜欢 所以我们找到了这个落点之后呢 我们可以放心的去欣赏 甚至决定 我可能不要欣赏这个东西